大色狼的照片就在這裡 等一下 這照片很靠近 欸這照片是不是有點點到了 點到 來來再一次 來看看這個抱著 人家還摸到臀部的 這個人就是鍾嘉賓 不要忘記了 那大家別忘了 他是一個大色狼 可以看到在另外一面 公然為之 所以 大家要知道鍾嘉賓這個人 其實他就是這種行徑 假裝藉著偷襲 然後掩護他的姓騷 然後說這是立法院的衝突 真好笑 大家要認清這個人的真面目 董哥這算不算老不休的一種 因為他大了 曾經會十幾歲 對 十幾歲 當然是啊 所以趁機嘛 可以看到了 好啦 那我們剛剛觀眾朋友們 大家對於現在的斗內留言等等 都覺得限制重重以外 然後現在大家都會冠上一句 冠用就是說 現在連斗內都危險了 我剛剛看到最荒腔走板的一個留言 還說左教授因為法量太多 我恐怕也危險 大家都 現在都很會用這個造句 左教授請教一下 聽說現在傳出來說 韓辦在那時候釋憲結果出來之前 其實就有請過立法院的議事處 嚴謹的調查過立法程序 到底有沒有瑕疵 講的也是那個舉手的部分 因此這一次韓辦相當重視 也在意大法官 有沒有對程序上面指指點點 那如果沒有的話 立院方也就比較不好 也不便表達立場 那因此韓國瑜就比較不會特別來發聲 表示他的意見 可是這個判決結果你說 到底有沒有指指點點呢 因為他立法 他有講到說立法程序 難為沒有瑕疵 但不因此而抵觸憲法 換句話說你要講沒有違憲 可是你就還是硬要 陳意識的嘴秋 這算不算有指指點點呢 我看這個大法官這個視線 真的是繞來繞去 不知道到底想講什麼 這個有很多欲言又止的地方 比如像說這個針對調查權 他認為是核限的 但是不可以處罰 就是說你可以打假球 不可以打真球 然後說這個立法程序 不能說沒有瑕疵 這個其實我 因為我自己也是也念法律 就是大學時候念法律 所以我就覺得 有時候法律人的這個用語 真的是咬文嚼字 然後繞來繞去 不能說沒有瑕疵 但是也沒有違反憲法 那就是說沒有到違反憲法的程度 那就是核限 那這個瑕疵是什麼 那什麼叫沒有瑕疵的 一種表決行為呢 對什麼叫沒有瑕疵的 一種討論行為呢 所以當然基本上來講 如果說民進黨要去肯定說 大法官這一次視線 終於否定了這些調查權 這些規定 否定了這些國情調查 這個立法院的權利 那同樣他也否定了清鳥 所講的所謂沒有討論沒有民主 他同樣也否定了清鳥說什麼 這個就是什麼落伍的 這是一種不民主的這種舉手表決 還用什麼中國人大這種詞彙 來去說這個程序完全是不合法的 違反民主精神的 這種其實你看連大法官這一次的 這個視線裡頭都已經清楚地 肯認了這一點嘛 雖然有瑕疵但是不違憲 那其實就是合乎憲法嘛 就是沒有問題嘛 當然如果你真的要嚴格來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 大法官這一次的視線 其實雖然是合憲的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的瑕疵 對 對不對 因為我比如這樣講 立法院根據這個大法官 視自這個第585號解釋案 那他也是有調查權的 那為什麼他有調查權 他就不能夠處罰呢 對不對 不是一樣嗎 而且這次大法官的這個裡頭 內文裡頭其實跟585號 也有一些地方有矛盾的地方 所以回頭過來講 第一個 這一件事 這個視線案 我們就直接就文字來說 那他其實就否定了當時在立法院 表決過程的 在立法院這個行事 這個修法之後 民進黨所推出的一系列 排山倒海的這種 攻擊都是被大法官推翻了嘛 他說就是沒有問題嘛 對不對 你有瑕疵 其實那如果說那樣子的過程有瑕疵 那麼沈柏陽跑去 以及整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跑去杯葛議事 有沒有瑕疵呢 有瑕疵但是不違法 有瑕疵但是不違憲 所以一樣嘛 你結論就是說 大家就是大法官已經確認了 這個程序是完全沒問題的 沒有什麼討論不足的問題 沒有什麼舉手表決有問題的地方 都沒有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我還是想要回來講一下 這個實質的問題 我認為大法官這一次的事先 對大法官的違憶性 是很大的一個惡傷 那我們其實還是就條文來看 就它事先內容來看 他講到調查權的部分 可能很多人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會說那這個是要負政治責任 不用負法律責任 好 當然也有人會說 那你這個行政官員是不是能夠負 比方一般的文官他能不能負法律責任 這個我認為在調查權這個部分 其實在法律上解釋 可以有兩派的空間 可是在國情資文報告上 國情報告上 這個絕對是一種解釋上的錯誤 為什麼呢 因為在美國的國情報告裡頭 它是列在 美國憲法是列在美國憲法第二條 是屬於總統的職權 總統要讓國會知道 他對於整個立法 他有什麼樣的想法 提供給美國的國會來參考 所以是在美國憲法的第二條 那麼請各位看一看 在我國憲法裡頭談到國情報告 是在我們憲法徵修條文第幾條 第四條關於立法這部分 換句話說 聽取國情報告是立法院的職權 不是總統的職權 如果我們純粹就憲法徵修條文的文字 來解釋的話 因為你如果去參照美國 它是放在總統職權的那一條 在我們憲法裡頭 它是放在 它是放在立法院的職權那個裡頭 所以表示它是立法院的職權 但是我們這次的釋憲案居然說什麼 這個是總統的職權 總統要不要去 總統想什麼時候去 以什麼方式去 這都是總統的決定 立法院的職權行使辦法 可以去規定它的程序 但是不拘束總統 這個我認為 跟我們憲法徵修條文的內容 它的一個制憲者 它的一個意義 他要想要做的 他做的一個決定是相反的 是不對的 是不符合我們的制憲者的本意的 我認為光這個部分 這個釋憲案其實本身就違背了 制憲者的原意 更何況為什麼會有 國情報告這個概念出來 這個國情報告這個概念是當初 因為原來有國民大會的時候 總統是到國民大會去進行報告的 那那種情況下 也不是我總統想去出去 它已經行之有年了 變成這樣子一種慣例 跟一種常態 那你怎麼能說 這是總統可以按照他的想法 想去就去 這是我認為第一個 第二個調查權這個問題 也有很大的瑕疵 瑕疵在哪裡 今天調查監察院有調查權 好 那假如你說監察院是一個 有調查權的機關 那請問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到底對行政機關 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就講兩個案子 一個 高端疫苗 大家最近都在討論這個問題 高端疫苗的採購 監察院去年二月的報告 調查報告就說這個採購的過程 是有瑕疵的 然後呢 有然後嗎 根本沒有然後啊 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 包括當時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以及所有在這個當時衛福部 有決策權利的這些行政官員 政務官 有沒有任何一個官員 負了任何的責任 沒有 所以你監察院有這個調查權 結果並沒有帶來任何的影響 第二個 另外一件事情 最近可能也會變成我們大家 非常關心的一個議題 就是印度勞工要來台灣的事情 監察院也曾經針對 所謂逃跑外勞的問題 以及所謂移工的寶寶 因為有一些移工在台灣生了小孩 但是因為按照法律規定 他們要來台之前 應該要去陳述這段事情 總而言之他們生了小孩 就變成是他們在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 自己去養 或者把它送到一些收容機構去 造成我們一些社會的負擔 那好監察院做了個報告就是說 你政府應該要用官方對官方的方式 不要通過仲介 去進行外籍勞工的評估 這樣才能夠有效的去 不只是針對移工寶寶的問題 而且也可以針對所謂的 逃跑外勞的問題 做這個有效的去控制它 在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逃跑外勞有多少 有5萬 現在有多少 有8萬 那麼監察院這個報告出來 我們政府有做任何的改善嗎 沒有啊 到現在為止 馬上印度移工要來了 政府還是遮遮掩掩 閃閃躲躲 又說只是小規模 小規模到底是多少人 到現在也講不清楚 能不能用這個政府對政府的 又說有一個5%的比例 為什麼你政府今天要引進外籍勞工 會有可能帶來社會負擔的 這樣子的一個疑慮之下 現在這個逃跑外來都沒有解決的情況下 你政府居然說只有5%是所謂的政府對政府的去締約 那表示監察院這個報告完全不能夠去約束政府 完全不能對政府的行為產生任何的影響 那你這個調查權要用來做什麼 所以這才是大家對監察院有調查權這件事情不滿的地方 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 大家看過監察院有那麼多的調查報告 請問各位有人在媒體上看過監察院進行調查權行使的公聽會嗎 沒有啊 監察院行使調查權根據監察法裡頭沒有任何一項規定說 他要公開的進行聽證呢 所以人民根本不曉得這個調查的過程 是不是把該調查的人都找來問過 是不是把該調查的這個文書證據都檢查過 那你這個調查權怎麼會有效呢 今天我們要講的這個民主時代是講的是公開透明嘛 就是你不管是監察院也好 你立法院也好 你行政機關也好 你的行使職權過程應該是讓人民有充分的了解 那麼才會有這樣子一個結果是你對的政策人民會支持你 錯誤的政策人民可以有效地去監督你 但是你監察院沒有辦法這樣做 你的監察法根本沒有給予你這樣的權利 所以才有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頭規定說你聽證 你調查的過程要有聽證的程序嘛 結果咧 我們的偉大的大法官們居然把這個這樣子的一個現狀 這樣一個調查權無法有效發揮作用 無法做到公開透明的這個現狀完全視而不見 這個如何讓民眾對我們的民主有信心呢 又如何能夠做到分權制衡呢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大法官的視線 其實不只是說他 我們當然看到就是說他肯認了立法院的這個程序的問題 可我覺得還是他實質的問題是我們不能夠輕輕放過 不能夠就理所當然去接受他 大法官也應該要面對社會的檢驗 也應該去看到自己跟過去的解釋案 跟整個我們憲法徵修條文的本文 有矛盾有憾和的地方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應該是在後續 大家要一起來檢驗 一起來去處理他的一個部分 感謝我們的觀眾朋友的斗內 這個是中國台灣島特首賴清德宗的斗內 他高傲但是宅心仁厚他謙虛可是受外人敬仰 他可以把民進黨的民主運用的出神入化 可以搞出堪稱政治之異數的兩國論調 究竟是神星的化身還是地獄使者 沒人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每個人都給他一個稱號叫做賴神 感謝我們跟朋友們的創意的分享 在這邊呢請歷史哥幫我們評論之前 我還是得這鄭重的跟我們的大法官詹森林 要深深的一舉公道歉 過去真是誤會你了 原來你只是做自己而已 在這個費死的憲法法庭的判決出來的時候 之前啊其實那是詹森林就說 我們難道一定要跟民意走在一起嗎 難道一定要聽取民意嗎 當時我對詹森林算是多有這個批判啊 那想不到他真的是做自己 他是做自己 就他對於自己的堅持 算是不太受到政黨跟外面輿論所動搖的 好道歉完畢了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大法官詹森林在這一次的國會改革的事件案 結果出來之後 他也講出了一些話 但我們也不排除 也許就是因為這個他也要任期期滿了 跟之前NCC的兩位委員一樣 會不會是因為坐滿了啊 要畢業了 所以敢講真話了 敢吃誠實豆沙包不確定 但他的說法是多數大法官的意見引發了總統跟立法院之間的緊張關係 已經屬於不必恐使大法官被陷入捲入政治漩渦更是憾事 那我國總統並非只是虛偽的元首 憲法跟徵修條文啊 裡面也跟總統有許多重大的行政權 雖然沒有直接課於總統應對立法院負責的憲法義務 可是仍然可以落實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 來實踐有權及有責的政治常識 還有貫徹權力分立與制衡 裡面沒有寫到的 我特別要再加碼一句他裡面有講的 他說判決徒徵大法官過度介入政治紛爭之嫌 我想講得好 另外一位大法官張崇文 他也對於調查權的這一塊 他沒有全面的接受 他否定要求提供相關文件這一塊 他覺得不行耶 你不能全面的否定說我要求提供相關的文件 這個是危險的 他頗不贊同 連法界人士都批評 大法官對調查權設下限制 比過去更多叫四個字 第幾個不禁反退 這個第一個不以人費言 所以我肯定剛才沙哈就把這個 詹森林這一塊給拉出來 雖然確實就跟NCC那些委員一樣 終於要回到學界 要回到了法界了 如果真的輪為綠色走狗 人家以後看到詹森林 就會什麼 旺旺 因為跟他講人話他聽不懂 突然之間蹦出兩句人話 不過我還是奉勸詹森林 如果你真的這麼有種 你這個意見 等到你卸任大法官 你就不受到說大法官不應該對外 就是去開記者會發言這樣的一個限制的時候 你有沒有種帶領大家帶領人民 或者是你就單槍匹馬拿這個賣大聲工跑到 總統府前面跑到凱達格蘭大道 去廣播你的你的這個想法 或你帶你的一群人去有沒有辦法 我相信如果你敢站出來 舞臺搭起來你敢上來講話 我相信大家都願意讓你講話 不管帶領這個活動的可能是國民黨民眾黨 或者是館長或其他的社會人士 我相信大家會讓詹森林把這段話給講出來 因為剛才左教授提醒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點 我覺得這些大法官可能是完全是法盲 我們不是法律系的 我是歷史系的 歷史系做的是文本解讀 第四條就是關於立法委員權者的部分 剛才左教授所說的就是這一條 這個就是這一條這個國情報告有沒有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總統國情諮詢報告 結果我們的這個視線裡面 把這一句話給倒裝了 總統得於立法院每年集會時進行國情報告 他意思是什麼 他意思是說立法院沒有權利叫總統來 你要看清楚這主持跟受持 連主跟受都分不清楚 我懷疑大法官不是法盲啊 是文盲啊 真的 我是覺得以前有一種手術很殘忍 就是腦前葉切除手術 切了之後人可能變白癡 但是我覺得這些大法官 對腦前葉切除手術是免疫的 因為他切不到東西 我實在不願意再講了 這是87分不能再高 怎麼會這麼簡單的事情他解讀不出來呢 所以是已經到了代表什麼 政治怒腦怒怒怒心 他腦袋掛念只有一件事 我要捍衛賴清德大總統 暴君清德中的總統皇帝權限 你現在完全笨的是去哪裡走 他現在是完全往袁世凱在做紅線帝制走啊 現在只是改名叫清德帝制而已啊 不是這個樣子嗎 大家知道中華民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國會霸會 為什麼 因為袁世凱公然破壞臨時約法對毀憲亂證 結果當時袁世凱當然也沒想到 一百多年後的今天有一個總統更厲害 他不用毀憲亂證他直接用大法官毀憲 我大法官能毀憲 厲害了吧 我不用總統毀憲啊 我不用槍桿子毀憲啊 我比你還厲害啊 所以再從這一點上啊 我是覺得袁世凱也要叫 耐心德醫生師父了 當年你這樣搞 你稱帝還失敗對不對 耐心德現在的用法 跟當年德國希特勒的用法非常接近 只是他手法換了一下 希特勒當時發動了兩件事 一個叫做長刀之夜 一個叫做權力法案 還有一件事前面的啦 就國會縱火案 他取消了他的敵對政黨 也就是德國共產黨 後面的長刀之夜用街頭暴力 甚至幹掉了一個 德國當時威馬共和 因為德意志帝國崩潰之後 就變成德國的威馬共和時期的 一個中立 然後呢 另外就脅迫很多的政敵嘛 另外一個叫權力法案 在完全沒有修憲的情況之下呢 強行把憲法的條件重新解釋之後 變成他形成他所謂德意志第三帝國 就納粹帝國的基礎 那其實權力法案的邏輯 跟現在大法官事件的邏輯 不是一樣嗎 我一樣在原有的憲法之上 我用我的解釋的效力 所以這個為什麼大法官釋憲 在我立法院沒辦法多數 我沒辦法學納粹黨 用制定新法的方式 來解釋我的法律的時候 那我用解釋憲法的大法官 來解釋重新制定這個憲法的概念的時候 他等於是不修憲的情況之下 不改憲的情況之下 實質進行的改憲修憲 把權力關係全部扭轉 立法委員 立法院是得聽取國情之文報告 他可以強行把它扭轉成 總統愛來不來隨便他 有這種事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我跟大家講 真的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再來我提一點就好了 剛才大家沒提到了 質詢部分 他怎麼解釋呢 他說這個質詢 立法院委員會之會議 按憲法第67條第二項規定 雖然可以邀請行政院各部會首長 公務員到會備詢 但是立法院僅享有詢問權 而非質詢權 哇 什麼意思 我跟你講 講中文 就是委員會再見 委員會以後各委員會 委員詢問官員不叫質詢 叫詢問 質詢跟詢問差哪裡 質詢是你不能規避回答 詢問是你愛答不答 隨便你 這是最基本的差異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 視線可以直接沒收 立法委員的執行權 他現在質詢 只有大會可以質詢 委員會不能質詢 但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立法院是委員會 我們是委員會精神 而且這是吳思瑤掛在嘴上的 我們要回歸委員會精神 委員會制啊 他公然的在視線裡面 第四部分關於執行 說明文裡面的第一項 大家可以去看 第一條 第一小點裡面所說的 而且更厲害了 基於維護憲法權力分立制度 第三人基本權 及國家安全福祉等 憲法障重大公益 涉及行政權領域 危害第三人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 或國家機密事項 立法委員對行政首長支持 侵權應受到相應限制 什麼意思我跟大家講 行政院或這些官員 他可以認為說 你這個違反到憲法裡面的 相關的基本權規 或違反到國家安全 或第三人的法律 他也沒有解釋第三人法律在哪裡 好 然後我可以不予揭露或不予答覆 所以以後你可能會遇到官員 不管是在委員會 或者是在大會裡面 他就可以怎麼樣 立法委員說 請問院長 這件事情他會怎麼回答 院長只要說 報告委員 這個涉及事件當中所解釋的 國家安全或者是重大相關 所以我不予回答 他沒有違反諮詢團 照這一次的憲法判決是這樣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我們立法院廢除 不是立法院 連立法局都撐不上 他是立法諮詢局的功能 立法委員還有功能沒有 大法官变大立法官 他可以自己设定 所以以后我们的整个的宪政层级 就是总统府 宪法法庭 然后接下来呢 司法院才是立法院 其他院都在司法院之下 宪法法庭最大 然后再来是总统 总统比他更大 所以以后是 不是什么一府五院制 以后是一府一庭 一院四院制 就这样照他的解释这样 而且他还有很多 包括像反质询 你知道多反人类 能够写出这种恶心狗屎条文 他妈你就只有你们这些大法官 真的是践踏你们自己 他死在地上都比你们香 烂掉个极点 你就看就写出这种条文 可以公然没收立法委员的质询权 也就这些大法官 我跟大家讲 反质询有多夸张 他说反质询系指 这个质询人之行政首长 于质询权自行意味为质询人 意思是什么 意思说反质询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质询台跟质询台 这两个要先交换 所以要反质询的时候 如果他真的做到这样 那就真的是反质询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今天部长被质询 部长说委员不好意思 我想要反质询 他走到委员的质询台 委员走到质询台 这个时候才能构成反质询 所以不要跟你说什么 他没有说反质询核线 鬼扯这种事情会发生 这你怎样瞬间移动 然后具体事项问题或答复 并有意特定立委答复 就是刚才讲的反过来 但是若以上问题 以疑问句或答复质询 或提问澄清质询的情形 人许质询之答复不构成反质询 什么意思 如果委员问你一堆问题 然后你就说包包委员 我听不懂你的问题 可以再说一次吗 包包委员这个问题 是什么什么意思吗 他只要这样给你偷偷偷偷到底 你就挂了 所以大家了解吗 他事实上 他开了反质询的绿灯 也就是我不费死 但我实质费死 我没有说反质询违宪 但事实上你可以反质询 反质询不对 反质询是不对的 但是我定义了反质询的定义 那是人定义的东西吗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恶心 目前讲到的也要讲吴思尧了 刚刚提到了得了便宜还卖乖 甚至还试图想把在野党 他们自认为编尸或是在地上碾压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在玩哪一步国民党看不懂吗 董哥我们要讲的是吴思尧 吴思尧他提到 赖清德从总统候选人到担任总统 立场都很一贯 只要合乎宪法就愿意国情报告 当初提出邀请的人 现在怎么不欢迎了 案子已经成案 难道你们要撤回吗 他甚至特别要喊话点名的 还是韩国瑜 他说韩国瑜你应该要主动 召集协商啊 请总统来国情报告 因为毕竟是你们蓝白提的嘛 所以我们要给韩国瑜空间 赶快去召开这个党团协商 王宏文委员就说了 为何要韩国瑜主动召集 你民进党就是得寸进尺 如果今天韩国瑜召集的协商 民进党你会愿意来吗 你们想要帮赖清德铺红地毯 可是赖清德不是江会 你们真的是想的美啦 董哥 其实以我们的跑新闻的联资来讲 民进党过去二十几年来 都要求总统到国会要急问急答 随便你去Google 雅虎搜寻 柯建明不知道自己都讲了多少字 那现在他们自己当的总统 就说通通不用 然后再找那些无耻 没有品格的大法官们 当然不是通通这样 也有一两个好的啦 但是你看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裁决 总统有责无钱啊 那他们现在想说 那我就把周万来找来 打扎水滚上 然后呢再让铺地毯 让赖清德到立法院去行事 而且他还要你韩国瑜铺地毯 对 要韩国瑜说你去铺地毯 你把周来政党协商 看哪一天让赖清德来走一招 来行事我们立法院 有没有好好再做立委 简直就是这样嘛 所以民进党现在就是耍赖 无赖到极点 那你们这二十几年来 所讲的那些东西都是鬼话嘛 猪狗不如嘛 对不对 你们过去都是主张 总统来要急问急答 赖清德自己跟侯友宜 在做辩论的时候 说我就是要到立法院 你不要误解我 叫侯友宜不要误赖他 说他不敢到立法院 去接受那个执行 那现在呢 现在选后以后 那个嘴脸就不一样 各位朋友你随便上网去找 那时候赖清德跟侯友宜 在政治上辩论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今年选总统嘛 大家看时间还没有很久嘛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翻脸像玩书啊 然后他们仗着我有大法官嘛 大法官我们 我们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嘛 我们要求什么答案他就什么答案嘛 大法官多数都是我们养的狗嘛 那简单讲明朗就是这个态度嘛 那他们也终于得逞了 但是你今天看吴思瑶那个态度 就是那个嘴脸 大家看到你们过去怎么主张啊 对不对 你回去问柯建明 那你今天看到这个 他其实就是想说 在这里来表现说 你看大法官都认为 蓝白在立法院所作所为 从今年21号开议以来 所作所为都是违宪了嘛 大法官已经讲了嘛 可是董哥如果今天民营党 现在吴思瑶有讲到这么冠冕堂皇 那你提案子嘛 因为近韩人士这边透露 目前没有收到任何相关的通知啊 那基本上党团要不要协商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依照惯例尊重各个党团 有自己想发动的议题 那韩国瑜是不会主动去召集的嘛 所以你玩假议题 你民营党不提 然后你又一直叫韩国瑜去召集什么呢 他是在媒体上啊 对 媒体上就说你韩国瑜你要召集 你是院长你要中立啊 对不对 但是其实立法院 你要院长做什么事情 不是在媒体上喊话 对啊 你上个党团你要先去提案 说我们希望院长能够 那其他两个党团同意 我们就来开嘛 立法院是个合一制嘛 并不是院长讲得算啊 院长不能随便讲那个 不是三 就立法院通过决议的事情嘛 你不能说我院长认为说 这个法律是有效 这个无效 没有用啊 因为他就是合一制 那现在吴思尧他显然 因为他的支持者 都是不明就里脑袋装豆腐的那些人 他听很好骗 对啊 韩国瑜为什么不那个 对不对 韩国瑜 因为韩国瑜是国民党 然后就故意在那边 那当然韩国瑜没办法召集 也不会召集嘛 没有人提案啊 我怎么去召集 对不对 这是简单道理啊 今天没有人到法院去告你 你不用出庭啊 你不会接到船票啊 简单讲就这样嘛 所以民党不提 可是他对外讲就 你看韩国瑜就故意不提 你看国民党耍赖 他就用这个方式啊 那他的支持者就觉得有道理啊 那那些青鸟什么就觉得 你看国民党你看 韩国瑜不中立啊 对 不中立啊 你看视线都这样 他还不着急 我要着急什么 就没有人去提告啊 对不对 你正式的提案来嘛 那提案来我看怎么处理嘛 我有一个处理方式啊 各党团不同意啊 对不对 简单讲就这样嘛 那我觉得说因为民党他知道 民党掌握台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媒体 吴思瑶讲的当然他们的那些媒体 还有他们那些所谓政论节目 就要开始讨论 你看就是用这样来栽赃你嘛 那民进党能够执政 靠的就是媒体跟司法 媒体当然包括网路 所以他是用这个来洗你的脑 那司法做大后盾 最后他就表结束了 那个司法就是后盾啊 司法要伴随就伴随啊 大法官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啊 那所以他就万无一失啊 这就是民党现在的伎仰嘛 那吴思瑶其实讲这个话 是要让媒体去报道 去让他去扣散 然后要说你看 韩国瑜你看 韩国瑜代表立法院 立法院在野党多数 让韩国瑜当选院长 你看他现在不中立 他也不着急 那你就提案嘛 对不对 你就提案用民党团的名义提案嘛 那我们看怎么样来处理啊 我们今天其实看到了 包括他们讲的大法官 民进党团也没有提案 每天骂说大法官都不审 就民党根本还没送进来嘛 你民进党团也要送啊 对 你不送然后送 我要怎么审啊 今天没有人到法院去告你 你不会收到传票的道理是一样的嘛 可是你看 大法官从总统提名到现在多久了 民进党团始终没有提案 然后每天就在骂 都说不审啊 会让老百姓的视线案到这里 就会受到他的影响啊 大法官就没办法开会 就没办法视线 就每天在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然后预算 连公车以后都没办法开了 先连 陈世凯 连陈世凯就这样讲 所以以后 我们的总议算没通过 以后公车就没办法开 这种是人讲的话吗 大家看了这是绝对 毁一所知 极为可笑 可是他们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们的支持的 他们显明 脑袋是装豆腐渣嘛 他们就相信 对啊 议算没有够 中华民国政府总议算没有够 公车就不开了 天下有这道理啊 那你还有没有钱领 你还是照样在领钱 我告诉你 陈世凯脑袋装豆腐渣 可是钱还照样领 他连淡江大桥他都不敢去啊 对不对 他本来想来上粮 来做个秀 结果没有 放一个录影带就交代了 真好笑啊 结果地方政府不晓得 他们要到淡江来 来上大桥的粮 完全不知道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地方政府是活友谊啊 你可以看到这些人 手段多么让人家 他瞧不起 完全在做政治上的考量 所以今天看到了 民进党在这四线上 好像非常振奋 好像就可以为首亦为 但是你想想看 一个执政的党 他最简单的 我执政要很顺啊 我预算要来审查 我人事要通过 对不对 那你跟在野党 你当然你必须要做一个协调 请问赖清德当总统到现在 你跟在野党 任何一个主席 见过面协过条吗 没有 从来没有够啊 对不对 你量沟通都没有 那你要协调什么呢 你当然希望人和 然后才能够正通嘛 结果你今天是过意摆烂 然后摆烂以后再怪在野党 你看 你看 大法官那个他们就不审 你没提案人家怎么审啊 对不对 然后 总预算卡住了 公车不能开 到处在说谎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民进党掌握的就是 我在媒体里面 我就一直跟你洗脑 洗得好像 好像总预算不能把它退回去 总预算不能卡 那大家看全国各地地方的民意机关 民进党有没有要卡国民党执政的预算 有啊 民进党过去 在立法院吃在野党的时候 有没有 每次开 那个总预算的时候 每次有没有都希望把它退回去 有啊 那你就是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认为说 我卡了总预算 可能公车就不会开 所有那个行政的钱就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民进党就是 他们讲什么都是对 他们即使错的 大法官也会把他解释他们是对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司法媒体就是民进党的武器嘛 他们拿在手上 飞撒自如 那当然他的前提只有三个字 只要不要脸就好了 感谢我们的张梅华 跟我们的何仙仙 还有我们的Sinthia 以及王雪英的斗内 那我最后点时间想要请 主要帮我补充的是 因为现在绿营可能认为说 这个大法官的判决给他们打了鸡血 所以呢绿营要转手为攻了 不退了 包含连韩国如果乔布隆总预算 他们就拉倒 林佑昌甚至已经主导以战指战 在各地方尤其锁定的 蓝营的县市 开说明会来洗脑 中央地方联手一起来向在野开炮 当然我觉得蓝营在面对这个民进党 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宣传攻势 其实战术一定要灵活啦 就是说其实你要有几套剧本来应对 当然核心的问题其实还是非常清楚 就是到底你行政院要不要守法 你要不要跟 因为按照我们的宪法规定 行政院行政部门是要向立法部门负责的 我们现在讲说法治国 那法治国就是你要依法行政 那你法律通过了说 你这个要编这些所谓禁法条例的预算 你都不编 那当然他当然就必须就有问题嘛 就不符合立法院的要求 他当然就可以做相应的处置 但我觉得你剧本上 一方面要把道理说清楚 这三个问题 健保的问题 农民的这个补偿的问题 跟这个所谓禁法条例补偿的问题 这些农民征收价款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你当然要讲得非常清楚 但另外一方面 我认为其实也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灵活做法 包括说那如果总预算 将来要重新回到立法院来 哪些要优先砍 就要讲清楚嘛 其实我不做总预算的这种整包卡住 但是也可以去分散的去处理嘛 特别是那些专门在说谎的那些行销费用 就应该优先考虑去删除嘛 你从这个角度看 让他真的是有感 而且不要真的说 就只有退跟收这两种选择 那当然你就把自己逼在墙角了嘛 所以一定重点是要保持灵活 到了进广告的时候 就准备下个礼拜继续收看 耶 拜拜 我从小到大事实上都在进行防晒大作战 所以身为防晒打人呢 我特别推荐大家这一支 这是中天新推出的 KAS抗光清爽膏防晒凝露 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厉害 有榨枣直萃 这有蓝光神对的美称 也就是擦上它呢 可以防御环境里面3C产品对肌肤的危害 那同时还有含黄金海藻这样的成分呢 能够抵抗肌肤抗老化 那最重要的是它不含香料 所以呢擦起来清爽不负担 全家老少都非常的适用 孕妇也可以擦 所以在这边我诚挚地推荐给您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5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有 cargo